原神起动 兄弟们就我们这个阵容 谁看了不得来一具人机 好久没有给大家更新原神了 这把纯纯原始天尊阵容 连个射手都没有 这把我们对象的项羽 先给他被动打出来 没有被动的项羽是很脆的 先回个血 长老金残血放技能回血 满血放技能掉血 他纯纯的抖M英雄 草里藏下视野 项羽过来挂下 往后拉偏一 不要被他顶到 好承接加速 他死了 原始人也是有细节的 兄弟们 Fast Blood 这把对面还有个手法英雄 不过我们虽然原始 但赵怀真打坦克 确实不是很好的 项羽怎么满血开大 他既不出专精装 又满血开大 难道他真的有 独特的游戏理解 好好好 我就知道 兄弟们 这赛季初和赛季末的牌位 都最有意思了 刘善也来了 孙沙相也来了 芈月也来了 好都在 我进场了 点围着 劈进去没再出来 我来收割 承接加速 先去找到两个残血 给手法大体转死 再说这个村上香 我现在没有大招是很脆的 跟对面拉扯 劈进原始人本来就没啥机制 再不多跑两步都不找死 陈小金 雪连越低 伤害越高 回头挂一下 一技能捏在手里 大招还有一秒钟的时候 跳回来 一二二 他开大招 那我也开 拿下 这就是我们原神的实力 不过 我们这傻懒子 这柔的弊端也很明显 大家看这波 连波其实控得很好 我这波要是拿个旅目 直接给他们全杀了 可惜我是个陈小金 一个没收掉 还打击去个辅助 陈小金没有硬控 伤害还只能慢慢打 这就注定队友在我面前被抓 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原始人都有自己的特长 比如说我回血很猛 点为伤害特别高 就是把一向修炼到极致 大家看这一波 点为给我射 好好那么好 其实我们原始人 主打的就是一个低容错 出一点失误 他就嘎了 那看到这里 可能就会朋友说了 铁根 你们这原始人 看起来也挺强的呀 其实这只是因为 我们这把前期是顺风 其实只要出一点失误 我们就会变得非常被动 就比如接下来的冲水晶 本来都打算一波了 但是我没有注意 一直是在扛塔 然后一不小心扛死了 就出了这么个失误 对面就开始反扑 我刚才也说了 我没有任何保护队友的能力 只要节奏不在我们手里 就会变得特别艰难 手塔都不二手 可恶 难道我们原始部落 就要这么没落了吧 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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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动 打不过米月 点为 米月已经被我干支大惨了 交给点为了 不是这米月怎么这么难杀 我们原始部落 两元大将才都勉强将其拿下 行了兄弟们 不能再拖了 必须一波 什么声音 好像有人在放音乐 那老米月 你还放上音乐了 先给这手法大地杀 然后 哎呀老闭的 你还偷上塔了 哎呦 还好我们赶回来的及时 这老灯还有复活奖 你还复活上了 兄弟们 给我一波 这把我们原始部落差点翻车呀 还好对面都不会玩 兄弟们 这原始人阵容纯纯的掉分车队 这个阵容 如果你想上分 那不建议玩 但如果你想感受原始的激情 那我必然是建议玩的 兄弟们 毕竟看着一帮猿猴打游戏 确实是一件美事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最后有一个问题 赛季末了 大家都是什么段位了呀 感谢观看